大家好 我是毛迪七的老顽童周同达 怎么说呢 人呢 永远都是不知足的 永远都希望能够一步比一步高 一步一步地往上走 人就说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可是我们想一想 按照义的道理 所谓阳极阴生 阴极阳生 这个太极它是旋转的 就好像那个宇宙一样 它是动的 阳达到了最高点的时候 阴就生了 然后阴升升慢慢的 阴到了一个最高点了 阳就生了 所以说你想要一直一直都能达到高点 这个 你到了那个顶点以后 一定就是一个下坡路 就好像你登山 一步一步往上登 等你登到了那个最高点的时候 你还往哪里登 这个时候它就只有往下去 所以说我觉得啊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想开一点 这个我们人呢 我们登到了非常非常高的地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高处不胜寒 高处不胜寒 这个道理呢 我们在读那首词的时候 只是觉得这个做词的人 那种情感的表达 却有的时候没有真正的注意 那里边的一哲理 那里边的一个道理 世上没有十全十美 有阳就会有阴 有阳就会有阴 有光明 光明就会给你带来阴影 所以呢 我们就要弄明白这个道理 不要太追求 太追求太高 其实我们要知道 小人物 有小人物的快乐 幸福 大人物 有大人物的烦恼 大人物有的时候 可能他睡不着觉 他虽然前呼后涌 走到那里都有人保护 吃的是最好的 用的是最好的 住的是最好的 医疗啊什么 是找最好的医生 可是呢 他常常会睡不着 他会有很多的烦恼 有很多的事情 需要他去操心 小人物有的时候 住在小草棚里 小草房里 为了吃穿去挖地 去播种 去努力 很辛苦 很累 风吹日晒雨淋 回来了 弄一点吃的吃饱了 辛苦了一天 很累的 往下一躺 睡下去 非常的舒服 这个舒服 是那些大人物 所不容易得到的 那个大人物 他要想得到那种舒服 那种感觉 他舒服是某一个大的目标 达到了 完成了 然后觉得我这个奋斗的目标 这个终于实现了 终于完成了 他就有了那样一种 那种成功的那种一种感觉 所以说我们知道过去啊 那个 封建时代 有些小官僚也好 老百姓也好 有了什么好的东西 都想要拿出来献宝 献给皇帝 献给国王 你献给他 一来是表示了你的忠心 你对他的爱 另外呢 你也可能需要通过这个 来得到回报 所以说我们过去那个 我们那些小说里啊 什么那个古词啊 唱个戏啊 经常有一个穷人 一个老百姓 忽然得到了一种宝物 然后就献给了皇帝 皇帝就封他一个很大的官 当了很大的官 给他很多的钱 一下子就从一个穷人 甚至是一个讨饭的 一下子就发达了 就了不起了 然后我们就 就觉得这爽 哎呀太好了 这个穷人这个翻身了 一下了不起了 其实我觉得 我们想一想看 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上突然从一个 小民一下子升到了很高的位置的 有几个能够站住脚的 从一个穷人 骤然而富的 又有几个能够守住财产的 有很多本来很穷 忽然发达了 富了 一下子 这笔财产就把它害掉了 这种事是常有的 所以说我们觉得 我认为啊 不是我们这个门就可能 包括了很多人 这个会不会我们大家都有 共同的想法啊 共同的这个 感悟啊 不一定 但是我们想想啊 我们我们我们来来来 深一步想想 我们不用想那个别的 我们就看看那些明星 现在这个明星啊 捧起来 一捧起来 一红起来 了不得 那发财快得很 啊 在这个 现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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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啊 这个网络这样发达啊 这个信息传播这么快 一下子就红起来的人 也有很多嘛 啊 没红的时候 盼着红啊 盼着眼睛都红了 啊 人没红起来 眼睛都红了 啊 拼命的就想 我怎么样能有那么多的 那个 喜欢我的人 来 啊 注意捧我来 追我来 捧我来 我也 一小一说 我要唱一个歌 那么多人都要 嗯 几千公里都要坐飞机跑来 看我的演唱会 啊 我要做一点什么 啊 了不得 啊 我们也觉得这个 哎呀 真的这个生活太了不得了 他们那个钱赚的太容易了 大明星赚钱太容易了 那你那个钱都 都是论益的 啊 我们老百姓我们手前就就一上百了就觉得很多了 人家都是论益的 我们比不了 可是你想想 他在得到的同时失去了很多 他至少失去了平常人的快乐 因为他是公众人物了 走到哪里人家都把他认出来 走到哪里就有人围观 啊 你走到哪里去有人围观 有什么事 有什么助理啊 有什么 呃 这个那个经纪人啊 什么这个那个围着他 前前后后的保镖围着 走到哪里 就把他 捧起来了 就把他推起来了 他到了一个高度了 到了这个高度以后 他就失去了一般的人的快乐 啊 他已经失去了一般的人的快乐 你想想 是不是他在得到的当中 同时也失去了 其实有的时候啊 我们 我们没有认真的去想 我们没有注意 所以说 平时我们老是羡慕 啊 成功人士 大明星 大官 大富豪 啊 等等的吧 人家地位高啊 我们羡慕他们 可是我们想想有的时候 他们不一定就就都很幸福 啊 不一定很幸福 甚至有的时候活得很憋屈啊 当然我们这种小人物 对那种圈子里的事情 我们了解的不多了 可是我们在一些小道消息里就听说过 啊 那些那港台的明星里 香港的很多那个大明星是了不起的 可是背后 背后被那些大老板呢 在那个大老板的面前奴隶一样 被人家压的呀 啊 没有办法 你那个 你你红是人家被你捧起来的 没有人家你红不了 你再怎么红再怎么样 你是在人家的手底下呢 人家想怎么搞你都可以 你要不顺着还得信 你今天还在明天可能你就 你就汽车翻山翻到翻到高里去 就摔死了 这都是不一定的事情 他是不是活得很憋屈 我们再想想就想 两个人走在路上出门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是有钱的 包里边还背了很多什么金 银财宝的 是啊 他有那么多的钱 这种财富 是让人羡慕 那很多人都会想打他的主意 也正因为这样 他就一点也不快乐了 麻烦了 他走到哪里睡觉 他都不敢睡 睡觉都睡不好的 他如果他是个乞丐 那走到哪里 这把肚子混饱了 找个草窝里躺一下都可以 找个破庙 找一个废弃的什么棚子房子 随便的找个地方 就往前一躺睡掉 比谁都香 穷的 乞丐 强盗也好 小偷也好 什么人也好 不会打他的主意 那是不是也是一种 让人羡慕的一种境界 如果我们老是想要 达到那个很高的地步 有的时候 我想有的时候就应该 自己给自己放松放松 不要说是努力 也可以不放松 我们一顿要往上走 一步一步地往上蹲 我在那个网上看到 有一个 好像是在做电视节目里头 还有条件人 什么 给他们来解释 来跟他们讲 两个人年轻人 在一起结婚了 结果男人呢 就一直在管理家 上一点班 工资三千多 女人呢 就一步步地往上升 一个月的工资 好几万 她的零头 她那个工资的零头 都是她男人的两倍 她零头就七千了 男人的工资 才三千 可是呢 这个男人在家里 打理家务 把家打理得非常的好 而女人对这个男人 却非常的不满意 她就认为这个男人 不进步 不思进局 你这个人不思进 靠我养你 什么都要靠我 我的工资 是你几十倍 你这个人呢 不长进 你已经跟我 已经不是一个层次了 你越拉越远了 这个我们两个在一起 就让我觉得没有面子 我到哪里 我都不敢带着你 我不敢把你介绍给别人 而且内心非常的不平衡 哎呀 我怎么说呢 反正以我呀 以我个人 我个人的 我的性格 我做事的风格也好 如果是我 你对我这样 你已经看不起我了 你就再多也就算了 我放你走 你也放了我 我不会再帮你打理家务了 我帮你做饭 帮你洗衣服 给你打理家务 什么都帮你搞好了 你回到家里 谁说掌柜 你是大老板 你是公司的大主管 你有钱 我不说别的 这种状态下 你看不起我 在你的眼里 我什么也不是 这个时候 我不图你 我不图你 哪怕我一个月 我的工资很少 够我生活呢 我放你走 你搞你的幸福去了 我想想啊 我们这样想 如果这个男人 像那个女人 要求的那样 也非常的进步 也在公司里当主管 经常的出去 陪客户去 陪着喝酒 喝着半夜 才回来醉醺醺醺的 家里甚什么也不管 这个女人怎么办 她还要不要家 她的家还有没有温暖 你们两个都赚了很多的钱 都开豪车 到了公司都是主管 都是挺着头 抬着头 挺着胸 走路的样子都不一样 可是你回到家里 那个家是什么 没有这个男人的付出 你那个生活 你那世界上 真的就能够成功吗 你那个生活 就能那么舒服吗 他们那个 我那个节目 我看了看 后来我看的有点 我的人就这样性格 我看的就是心里不舒服 不高兴 我没看完 那他们有没有说 他们有没有孩子 两个人都是年轻 三十 可能都是三十多岁吧 如果有孩子的话 你两个人都去搞事业去了 孩子你丢给谁 那为什么你不深入想一下 男人这样包容我 他他对我这种感情 别人有没有 那你地位高 收入多 甚至有还有很多人 可能对你有某种表示 那人还长得帅呀 那人还事业上也挺好吧 跟我这个男人比起来 这个男人扶不上去 扶不起来的阿斗啊 他这一个月这点工资 还不够我手上零花 那个领头啊 可是你有没有认真想想 这个男人这样 他为什么要这样 你说他不求进步 德国切过就能换日子 可是他为那个家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有些事情啊 我想啊 有的时候比如说啊 我打个比方 他们两个 这个女人把这个男人 算了你这个人 你不求进步 你不上金 你这个德国切过的这个样子 我看不了 我没法跟你在一起了 我们两个分开 我觉得他分开以后 真能够再找到一个 事业又很好 还在公司里当大主管 跟你一样 一个月六七万 回到家里 给你服务 拖地 洗衣服 擦桌子 给你做饭 洗碗 给你做家务 把家都给你整理好 你能找到这样的男人 那我真佩服你 我真佩服你 了不得你那个眼光 你那是万里挑一 几十万里挑一 有几个人 不用说是别的 一个男人世界上很成功 收入那么多 有那么多钱的 有几个人还在家里 天天做家务 来伺候老婆 不用说别的 我没有那么多钱 我也发不了他 现在我没有什么收入 就算我是一个收入 三千两千的 你让我天天伺候你 你还能 那 下眼看我 我绝对不伺候你 而且不但不伺候你 如果你在我家里 你吃完饭 不希望我骂你 我不是你的奴才 我也不是你的佣人 你 我也不要你那钱 你挣得多 我也不图你那个钱 我的我也够 我吃够我生活呢 人呢 要看到别人的付出 看到别人的付出 感情是相互的 不是只让一方面付出 我一方面付出的太多了 你反正看不见了 你反正你把我那个付出 完全就在你的眼里 是没有作用的了 所以说我希望很多人呢 我特别劝劝现在的年轻人 我劝劝你们 你们在感情方面 多想一想 多想一想 现在的人呢 这个社会 这个 整个的风气 我觉得都在朝着不好的方向 在发展 弄得很多婚姻都不稳定 出了很多问题 当然我今天我提的这个 我是想告诉我们 我觉得呢 我们在事业上 我们不要追求 我每天都能提高 我每天都提高 今天我没提高 我就了不得了 今天我没有提高啊 今天我 我没有进步啊 那个 物极就必发 阳极就阴生 阴极就阳生 有的时候 适可而止 还有呢 在感情上 两个人的感情是相互的 你老是让立方付出 他肯定会出问题 他没有办法不出问题 这个 说说的这个话 我有的时候 说说的话 就就就就就就那个 怎么说呢 就就有点 动情绪啊 这个也不是那样的啊 当然我的我只 我的目的就是想要希望 我们每个人 在生活中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 太把自己当人 不把别人当人 是不行的 啊 我们每个人呢 首先你要尊重别人 我还是那句话 这个话我好像我 我我说过很多次 你尊重别人 就是尊重自己 你尊重别人 别人才能尊重你 如果你不尊重别人 就算你有权有势 别人怕你 他表面上怕你 服从你 背后他照样 他在心里 他他照样咒你啊 他他心里照样咒你 咒你早死 咒你早败 咒你早垮 如果你掉到井里 他不但不救你 还给你往里丢石头 为什么 你没把他当人 他何必把你当人呢 人是相互尊重的 所以说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 也就是我们要 不要把自己位置抬得太高了 不管你是比钱比别人多 还是你的地位比别人高 不管在什么地方 你都要看得起每一个人 你要把别人当人看 尊重别人 就是尊重自己 这是我对某些人的一些 一个忠告吧 好 今天呢 这个话就说这么多了啊 谢谢大家 再见